哎呀 全场都有出发了 那差不多你我们就是 如果送餐的差不多11点下来到5点钟 这个上岸嘛 就这个时阶段 开饭了 干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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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呀 生活还有仪式感对不对 还有仪式感 小心小心 飘远了飘远了 没事我倒一把 不要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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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 还有两个标子吗 还在那边 到一标 一标 二标 我知道三标还是三标嘛 OK 走三标在那里 好 那有三个标了 然后 还有一个终点 好的 好的 没有没有没有我先出那边打 好的 我们先把餐送了 送了以后的话 就会 就会根据那个选手他会打比赛的嘛 比如说一号标二标三号标四号标 我们跟着选手去走的 常温餐包统计表 我们的常温餐包总共有三个卸货地点 分别是我们的亚伐中心一号楼 也就是我们的陆地就餐 亚伐中心的三四号码头 也是就是我们海上就餐的老师 以及我们在喜来登出口处沙滩那边的风筝板 所以我们很有趣的把这个标命名为 海陆空大标 刚好三个地点就是我们的对应海 陆还有我们半空而起的最危险的最难度最大的 纷争反项目 这就是我们的送餐标 送餐总共有241位老师 然后包含的是我们的辅助裁判 ITO国际技术代表 NTO国内技术官员 三类人员组织 他们吃的餐包是不同于我们工作人员的常温餐包 常温餐包呢 它一携带 然后会有我们的锡纸包起来 就是能够更长久的保温 让我们的老师在海上呢 能够长时间的进行一个能量的补充 大多数呢 都是我们的碳水和优质的蛋白质组成 让我们的老师在海上也能得到很良好的食物补给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